各位網友,這條片又是講房地產的,首先我跟大家講一下,原來香港的財政預算案就快出了, 施永青發爛,我很同情他,他在大陸耕暈了很多年,其實我和他吃過很多次飯, 中原一早在大陸做地產代理,結果這次被人欠了10億,他收不到,而地產代理在大陸告他, 但是這次他說的話,我覺得他是觸犯國安法的,是煽動別人, 對特區政府和財政司仇恨,和顛覆國家政權的,大家聽他怎麼說, 好了,我看到這幾天,網友仍然很熱烈地買NMN, 這個我大家講過,我又講回對名字給大家聽,他有NMN, 白麗,白麗,路順, 和PQQ,街上賣一千多,我們一千二百多, 買夠,你從頭開始買夠六盒,你如果買過三四盒,你很快買夠, 送兩個紅心碎取液,和蟲草給你, 大陸減了息,減了息之後, 今天本來就蓋多一點,後來就蓋少了, 終於蓋了,今天蓋了少許, 2950.90, 蓋28點,深圳蓋28點, 不,這個上海蓋28點,蓋1%, 這個就是香港,香港蓋250幾點, 香港蓋250幾點, 施詠青星期二在新春記招, 如果你不徹立,這個恐嚇, 社會要面對資產大量蒸發的風險, 這個是怎麼說呢, 如果那個不徹立,那個樓市大幅度下跌的話, 當然很多人的財富就不見了, 香港有多少樓,如果純粹住宅來講, 就是120萬間, 每間不見120萬間, 每間不見100萬, 就是萬幾億, 這樣就產生那個叫負財富效應, 負財富效應, 大家感覺自己少了錢, 於是他就花少了錢, 負財富效應是多少呢, 通常都是零點幾個巴仙, 就是你不見了100萬, 變了1萬億, 你又不會花少兩三百億, 一百幾十億, 那好了, 消費意欲和投資能力都破壞, 哦,這個是恐嚇, 當中國各種政治後果, 你負責不起, 小子,你忍住, 如果不撤辣椒, 問責官員要承受政治後果, 什麼叫政治後果呢, 這個是針對陳茂波講的, 首先是, 我先把辣椒這件事切實解釋給大家聽, 下任特首不找你做財政司司長, 或者下屆特首, 都選不到你做, 本來財政司應該有可能性做特首, 醫生診症, 你連什麼病都看錯, 學藥病人都不夠膽吃, 你看錯了病, 我首先解釋, 從辣椒解釋給大家聽, 辣椒包含了幾樣東西, 第一, 就不准人買第二層樓, 買第二層樓就收多你很多印花稅, 因為你不是自己住的, 第二層樓, 第二, 就是外國人, 不是香港本地居民買樓, 是抽你百分之三十的印花稅, 買一層一千萬的樓, 抽多三百萬, 第三, 買了一層樓, 兩年內扔出來, 又增加你印花稅, 首先, 這些全部都是非常愚蠢的東西, 我完全不贊成的, 我完全不贊成的, 我舉個例子給大家聽, 唯一有少許理由的, 就是不准外國人買樓, 但是這個有沒有效呢, 我是非常懷疑的, 香港有多少外地人來買樓呢, 香港大概買樓有百分之八是中國人, 這個情況之下, 就是在樓價上升, 樓宇供應很短缺那一刻, 這個就會有一些影響, 會有一些影響, 但是在現在, 樓市供應, 我上次就給了一個表給大家看, 這幾年樓市供應過剩, 香港是有幾萬間樓放在那裏, 賣不出那一刻, 這個影響就非常細微, 好了,第二, 非常愚蠢的, 不准人家買第二間樓, 我問你, 一個人買第二間樓來做什麽呢, 我不會在尖沙咀又住在旺角又住在貪得意嗎, 買第二間樓就租給人, 你為什麽不讓人買一間樓來租給人呢, 我不明白, 你明白嗎, 譬如我有一個年輕人想存錢讀書, 結婚, 我不想買樓住, 於是另外一個人, 就想買一層樓租給人, 他就買一層樓租給人, 這個年輕人結婚就租一層樓來住, 是不是雙方的要求都達到, 對社會有什麽害處, 你怎麽要逼年輕人買樓呢, 香港的樓價下跌, 而租金正在上升, 這個就是因爲這件事歪曲了市場, 第三, 不准人家買樓, 要罰人家, 這個真是麻煩, 這些是不知道, 那個是嚴重影響了市場的自然供求關係, 我解釋給大家聽, 我買了一層樓, 你解釋給我解釋為什麼不准我買, 我買一層樓, 這個500萬, 過去幾年那層樓就跌了, 變了400萬, 我現在就生癌症, 我等不淺醫, 我賣一層樓, 500萬買回來, 400萬買出去, 還要抽我很重的離陰稅, 有什麽理由呢, 你解釋給我聽, 整體來說, 這個就是怕別人炒樓, 炒樓是不會令到樓宇的供求, 關係是作出變化的, 因為炒樓的人是會賣出去的, 你明白嗎, 它是令到樓市的調節快些, 我解釋給大家聽, 假如樓市的供應不夠, 我們有一些炒家, 那些炒家立即去入市買樓, 他炒高了它, 炒高了它會達到什麽結果呢, 炒高了它, 那固然你賣樓是貴了, 但是不是, 經濟學上來講, 他炒高了它, 咦,樓價建了, 那些建樓的人是不是會建得快些, 供應是不是多了, 樓價建得快也跌得快, 因為這個是給了一個signal的市場, 樓市短缺, 而它是會製造供應的, 炒家是不會令到供求關係最終扭轉的, 最終的供求關係都是趨向平衡的, 這個辣椒在過去十幾年, 是沒有抑制到香港樓市上升, 香港樓市要上升的時候, 它就照上升, 現在香港樓市就跌了, 跌了還補著辣椒來做什麼, 辣椒的唯一理由, 就是不想樓市上升, 製造一些困難, 製造一些代價, 減少需求, 來希望樓價不上升, 清楚了沒有, 現在樓市在下跌了, 供應過程了, 你還保持辣椒做什麼, 這些政府官僚永遠是後知後覺, 永遠反應是遲鈍, 不知道市場發生什麼事情, 難道你以為放了辣椒, 那些樓還會上升嗎, 你不要這麼天真,好嗎, 好, 而且我告訴你, 真正放了辣椒會出現什麼情況呢, 第一, 准有限公司買樓, 准內地人買樓, 那就是內地人還不下來香港買樓呢, 還是去新加坡買樓,去別處買樓呢, 可能增加一點的需求, 但是我看見最多, 現在那些專財輸入來香港, 那些人都不買樓, 那些人租樓, 結果呢, 租價就上升, 你就不讓人買, 有一層樓空了在那裏, 建築商買了一層樓空了在那裏, 你不准那個投資者買這層樓來租出去, 於是那個想租樓的租不到, 這層樓空了在那裏, 對誰有好處, 你解釋一下, 我真的被他們吹醬, 好了, 另外就是, 實際上, 如果你放了辣椒, 有些人就擔心, 過去兩年買樓的人, 就是迅速就會扔, 因為不用罰印稅, 那這個是不是成立呢, 我覺得最初是不成立的, 一放了辣椒, 那些想買樓的人, 有一部份人在等著你放辣椒, 就會湧一湧入來, 湧一湧入來就會有一段成交, 如果你是拿著樓, 未夠兩年, 你也是虧本的, 你都不會這麼急買, 就看著樓上到哪點, 你就意圖去賣, 但一上到某一點, 這個剛衰買完之後, 發現樓價, 買家完了之後, 這些人就會拿出來扔, 所以我給大家的意見是, 如果放了辣椒, 你千萬不要買, 如果你有樓, 你等他放了辣椒, 一飆上去, 你很快點買, 但是, 施永青就發爛了, 好了, 我們再看看大陸, 大陸的情況, 今年春節, 中國重點十個城市, 只是成交了240戶, 以8日假期計, 每日做30戶, 10個重點城市, 賣了30戶, 較去年春節下跌, 13.5% 最後我給你一個conclusion, 究竟發生什麼事, 北京, 深圳, 2023年原來賣了0, 現在賣了2戶, 上海由2戶增加到5戶, 廣州每日都糧糊, 我們看看, 原來是這樣的, 這個藍色是整體的成家, 這個是日軍, 原來, 春節八日假期, 2020時候400多, 600多, 800多, 是一直上升的, 現在跌到總共240, 和去年跌少少, 去年因爲疫情剛好開放, 未能恢復, 還有這個是有一個時間上的代差, 這個又第二個口徑, 數字有點不同, CRIC, 44個重點城市, 成交23.38平方米, 交2022年, 不是2023年, 跌了82%, 依然跌得很厲害, 2024年春節假期, 25個代表城市, 這個就是中子研究院, 上年春節跌了27%, 這個是更加廣泛的, 25個代表城市, 這裏就是44個城市, 諸葛造據中心, 這些說話是很荒謬的, 樓市預冷, 春節出油需求低, 春節從來都出油的, 現在是春節比春節, 市場沒有信心, 這個你什麼時候說都對的, 這個市場沒有信心, 你什麼時候說都對的, 好了, 其實我們要看一下, 所謂的出油多, 其實現在是超過了2020年少許, 2019年超過了少許, 但是並沒有exceptional的狀況, 這些fructuration, 是因為農曆年在哪裏有所不同的, 好了, 這個是2月的situation, 令人更加悲觀的是1月的situation, 1月頭100開發商, 操盤金額2350億, 比去年跌了34.2, 這個非常驚人, 為什麼跌34.2很驚人呢, 我解釋給大家聽, 大家看一下, 這四年, 他是這樣的, 2021年是最高的, 2022年跌一段, 2023年跌一段, 跌得很均勻, 這三年跌得很均勻, 大致上, 去年3月曾經反彈, 3、4月曾經反彈, 然後他就跌下來, 這裏比這裏跌20幾%, 這裏又跌20幾%, 結果跌剩了一半, 危險的是1月, 為什麼1月很危險呢, 沒有人猜到1月2024年, 他還是下跌, 為什麼下跌很糟糕呢, 這三年, 農曆新年是1月, 今年因為潤了年, 農曆新年在2月, 農曆新年, 沒有農曆新年, 沒有假期, 當然應該1月反彈一些, 因為2月很糟糕, 1月都糟糕, 就證明是非常非常糟糕, Top20, 全口徑銷售排名的開發商, 比起去年同期, 下跌超過50%的開發商, 有兩架, 我們看一下, 碧桂園, 我可以告訴大家, 有什麼可能不倒閉呢, 跌71.2百多, 陸地跌56.多, 我們看看這個表, 所有人, 比起去年同期, 都下跌, 這個是0%, 沒有人不下跌, 這個是, 這幾間跌少過20%的, 有幾間呢, 保理, 萬科, 這兩間, 保理萬科, 就是華潤, 中海, 滬江, 建法, 這些全部是國企, 只有國企, 跌兩成, 其他的那些, 就大過兩成, 糟糕的公司, 碧桂園, 大鑊了, 華發股份, 你一跌到30以上, 你看這條線, 是不能押的, 你的現金是沒辦法足以支持的, 現金樓是, 陸地控股, 融創, 這些是等破產, 中國現在已經有100個城市, 我們看看它的舊市措施, 它現在是逐個project做的, 你的project, 如果沒有按揭過, 即是沒有挪用到資金, 是足夠完成的話, 它就借錢給你, 即是舊的地盤, 完全都不夠的, 因為舊地盤一定是挪用了資金, 否則就不會停了, 只有新的地盤, 剛好賣的, 那些銀行持緊了, 不讓你放錢出去, 然後才有可能, 但這些有多少呢, 你一看, 心都涼了, 心都涼了, 原來一二月到現在, 只批了1600億人民幣, 四個大行, 批了1000億, 這個是現在的按揭利率, 剛剛昨天跌了0.25%, 如果你批1000億, 是沒有用的, 為什麼呢, 兩個月你批了1000多億, 你知不知道一年要批多少錢呢, 一年要批幾萬億, 建築本項才夠的, 估計正是完成的爛尾樓要3萬億, 好了, 這個很好笑, 我給大家看一下, 竟然站崗, 這個是出了一份這樣的事情, 為了什麼都要放在前面, 為了深入貫徹落實黨的二十大精神, 好像頂帽一樣, 什麼都要帶下去, 習近平總書記視察廣東的重要講話, 重要指示精神, 習近平主席指示什麼, 落實省市工作, 找好房地產領域, 原來要賣樓, 進一步激發消費潛能, 促進房地產平穩健康發展, 不斷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, 講話都一定打一段帽, 由二十大壓你習近平, 然後講到原來增加消費, 增加消費就是房地產, 要求你們做什麼, 積極帶頭響應消費, 房地產市場很低迷, 各地政府推出穩樓市措施, 區政府多方謀劃, 對房地產企業洋利於民, 做一個一口價特衛房源, 減價賣給你, 希望港大幹部職工, 叫員工買, 帶頭消費, 不停提振市房津心, 自己人很快點賣, 希望大家積極向親朋好友推介, 買樓, 來這裡赤陷安居, 還要各機關團體, 企業團體全面動員員工職工, 響應號召, 抓住有利時機, 快點買了,不買徹底了, 根據自身購房需求, 積極參加購房活動, 為自己和家人創造一個美好家園, 哇, 為赤陷的跨越式高質量發展, 添磚加牙, 好不好笑, 好, 這段講到這裡, 龍年快要來了, 帶著一系列的臘腸, 賣完就要等明年, 還未買就快點來買, 人超的臘腸是香港製造, 不含添加劑, 很有信譽和品質保證, 最好賣的當然是鵝腸, 美味金香, 香港真的很少鵝腸賣, 鵝腸600克, 一公斤, 特價238元, 還有鮮腸, 我們不同, 外面是用鴨肝做, 我們用美國火雞肝, 加上等巴西豬肉造成, 所以特別濃郁, 一公斤就特價198元, 喜歡吃臘腸的, 想吃肥一點, 鮮肉臘腸, 三分肥,七分瘦, 優惠價格208元, 而瘦一點就買黃牌臘腸, 二分肥,八分瘦, 只是218元, 凡是購買任何臘腸, 三盒, 送台中茂吉金, 禮盒三公斤, 價值338元, 這個真是特大優惠, 拜年送給人不知道多好, 買兩盒就送大煮系列的招牌, 手打蝦子麵一斤, 多買多送,送完即止, 想加菜又要快靚正, 那就買方便系列的菜包, 韓國Famoja, 汁燒牛肉, 300克, 原價58元, 特價39元, 非常惹味, 想吃辣就可以買激辣的鳳爪半年糕, 170克, 原價49元, 特價29元, 還可以加一個泡菜湯, 500克, 特價28元, 白鮮是非常好吃的食材, 無論煎或者蚊都非常好吃, 去骨白鮮, 一磅裝, 特價138元, 其他賀稅優惠, 還有一家家, 韓牛牛筋腩, 三磅, 原價450元, 賀稅價198元, 無辜財, 韓國豬腩火鍋片, 300克, 特價58元, 無辜財, 韓國豬胺, 500克, 原價99元, 賀稅價79元, 無辜財, 韓國豬糖牌, 約400克, 原價48元, 賀稅價39元, 日本岩首縣澳陸牛, A5火鍋片, BMS7-8, 200克, 原價208元, 日本岩首縣A5牛立條, 300克, 原價268元, 馬來西亞D24, 榴槤麻糬4粒, 原價33元, 以上三款, 全部買一送一, 2月不但是農曆新年, 更是浪漫的情人節, 2月14日, 想過浪漫的情人節, 當然要親自下廚, 阿聯酋的龍蝦美, 8盎司, 龍蝦美, 肉味清甜, 肉質紮實, 口感鮮甜, 爽口彈牙, 簡單, 加些牛油香草, 煎焗就可以了, 原價188元, 浪漫價158元, 門市優惠, 由2月1日至29日,